還要來關心在苗栗一名28歲零性女子 疑似因為遷堵欠債被人掳走30走時 幸好後續呢這名女子成功獲釋 不過根據了解關鍵之一在於警方當時是先在北部逮捕了一名嫌犯 要求對方釋放人質同伙金箭身份曝光才不得不放人 而如今警方巡線又在雙北市逮捕了四名涉案嫌犯 同時是依照了妨害自由等罪嫌依送偵辦 離行女子脫險搭乘計程車返回苗栗 警方鎖定車輛後第一時間上前確認被害人安全 確保安全無語 隨即將被害女子帶回警局釐清案情 警方調查發現18號嫌犯掳走被害人當下 為了躲避追棄共使用兩部白車犯案 第一輛在走被害人的車懸掛失竊車牌 另一台跟在後方的則是臺北租賃車 嫌犯在苗栗市掳人之後接著開車前往台中跟同伙 碰面晚間又將被害人再往嘉義山區一處公寮軟禁 直到19號晚間八點多才將被害人丟包在嘉義一處飯店附近 而釋放人質的關鍵點是警方先在北部逮捕一名嫌犯之後 要求對方釋放人質 同伙金劍身份曝光才不得不放人 意思因為金錢糾紛二十八歲女子遭盧走三十小時終於獲釋 四名嫌犯也在北部陸續交代落網 被依妨害自由傷害等罪嫌移送偵辦 這彭光許苗栗報導